男人假扮成鬼子躲在墙角 把马蜂窝丢进日军的大本营 没一会的时间 抗日马蜂就开始无差别叮咬 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而假扮成鬼子的金哥 不仅成功混入了日军队伍 而且还充当起了他们的指挥员 在金哥的一通指挥下 所有鬼子纷纷都躲进了房屋 而金哥也很快找到了机要室的位置 但没想到却被一头鬼子抢先一步 戴金花见状连忙冲了进去 然后将竹篓带在鬼子的头上 接着顺势将其拉了出去 在队友的完美配合下 金哥很快就来到了电台面前 而他此行的目的 正是要将鬼子出动五万兵力 合力围剿八路的消息传递出去 为了给金哥拖延更多的时间 戴金花便拿着火把在外面驱赶马头 这让屋内的鬼子都不由地竖起大拇指 可就在这时 灰井却突然带队来到了大堂 这熟悉的声音瞬间引起了金哥的注意 他小心翼翼地来到窗口 发现此人正是开坦克碾压自己母亲的凶手 金哥满眼仇恨地举起手枪 准备为死去的母亲报仇血痕 可这一幕 却被躲在草堆后面的戴金花所发现 于是他赶忙在脸上涂满灰尘 随后拿着火把假装驱赶马封 这谁发的烟 刹内间 所有的鬼子都看向了戴金花 本以为这次彻底惹上了大麻 但没想到却被龟井狠狠地点防了一分 刹黑勇敢 这时戴金花看到后面走出一头鬼 于是他立马上前搀扶以此规避眼线 但金哥却突然气势汹汹地冲了出去 好在戴金花一拳将他打晕 然后趁着鬼子开会之际 不声不响地把金哥背了出去 可二人前脚刚走 一头鬼子就发现了异常现实 龟井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便要求手下立刻将他抓回来 可此时的戴金花早已跑出了三里 再加上接应的八路打掩护 导致鬼子不仅没有抓到人 而且还损失了十几名人员 这让龟井很是生气 但也只能用拳脚来发现怒气 龟井听闻顿感大事不妙 于是便立刻来到机要室进行检查 果不其然 电台的波长和收到人已经被更换 并且使用的还是国际通用的求救频率 于是龟井当即就让手下将电报内容翻译出来 内容 敌人已完成大兵团集结的准备 战役目的 根据地 丫头 龟井听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而另一边的八路指挥部 也收到了金哥传来的情报 为了震慑一下鬼子的事情 八路便连夜对沿途的炮塔进行摧毁 直到次日清晨 龟井才急匆匆地赶到现场 为了不被八路进行反包围 龟井当即就想到了一个半路 那就是让田中假装撤退 然后再带领士兵扮成村民 趁机解决掉驻扎在这里的八路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幕还是引起了金哥的怀疑 这些人的热闻 不全是装护人 戴金花听闻也觉得有道理 因为这些青壮年都没有携带家眷和包 而他们要去的地方正是根据地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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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